当游戏遇上现实,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? 这是游戏中的灯笼鱼,又叫食人鱼 看到这么多灯笼鱼是不是都毛骨悚然呀 因为我们一旦掉入这个水潭,就会被灯笼鱼追着咬 被它们今天牙齿咬到实在是太痛了 这是蝎子中的灯笼鱼,看起来比游戏中凶狠一百倍 牙齿比刀还要锋利呢 它们头上同样会发亮 这种鱼一般都出现在热带雨林 所以小伙伴们不必太害怕 这是游戏中的大屋贼,看起来还有点呆萌 不过刚才头上怎么斑斑点点的呀 看起来像是发霉了一样 小伙伴们看到这种屋贼千万别吃 赶紧送过来给我 这是蝎子中的屋贼,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像屋贼 像这种小屋贼也就是我们平常餐桌上能吃到的屋贼 像游戏中的那种就是大屋贼 有三层楼那么高呢,足足有几百斤 这是游戏中的小猴子,尾巴上还有一根香蕉呢 你要是有宝贝不见了,那一定是被她给偷走了 不过你可以使用香蕉把它给驯服 这样它就会变成你的手下 这是现实中的小猴子,oh my god,我没眼花吧 他居然穿着衣服,而且还会把喜欢的衣服拿出去晒 晒完衣服以后,居然还是要回到这些小窝拿出手机看电视 明年的高考,我决定了,就让他替我参加 iosa � 根本来到这些小窝拿出手机看电视 Aaa aqu 过来 bou